這邊是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晚上長這樣 嗨 今天呢是禮拜五 那我今天請了兩個小時的假 因為我大概一個多月前我就預訂了一個很想去的地方 就是在首爾可是它是類似屋頂 大家在韓劇不是會看到有類似他房的那種東西嗎 就在屋頂然後有房間然後可以在外面的地方烤肉的那種地方 我今天就是要跟阿哲去那邊 然後住一個晚上 看韓國人寫部落格都寫得很棒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跟我一起過我們的兩天一夜吧 拍拍拍拍 我們到今次了 阿哲已經先來了然後什麼都沒買 來逛街 大家應該只有今次吧 就是韓國最大的超市 這邊有黑板就是微波就可以吃的飯 這邊有黑板就是微波就可以吃的飯 買一個 炒豆油雞蛋 吃泡菜的時候一定要吃這個 烤筋皮器 這個是炒泡菜 好吃 然後呢 吃烤肉的時候要買這種 超市都有這樣一套的菜 然後這邊不是打氣折嗎 就是昨天賣剩下來的 所以比較gain 但還是可以吃吧 就買這種就好了 買餅乾 這邊是買肉的區域 滿滿的酒磚區 然後現在啤酒是4罐 9,900 什麼酒都有 還有威士忌 如果來E-Mart這個袋子是可以借的 到時候再還就可以退錢給你 很一般的店 很一般的 這邊是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是不是很可愛 其實就是韓國的烏塔房 然後把它弄得很 比較 有氣氛的感覺 覺得簡簡單單的很乾淨很不錯欸 然後這一間房間的 highlight是這裡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可以在這裡就是 喝咖啡啊 這裡就是可以喝咖啡 這很棒欸 然後這邊是可以烤肉的地方 喔它還有這個 等於就是也不怕說會下雨 很棒欸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可以 可以烤肉的 盤子 哇 我覺得很 規劃得很好 這應該是就是放 可以放飲料的地方吧 很讚欸 而且它現在已經用成萬聖節的樣子了 來看一下另外一側有什麼 其實這裡就是韓國的烏塔房啊 可以看到隔邊的屋頂 對 就很會規劃 好 今天的天空真的超美 今天天氣真的超好的 其實平常有助人吧 雖然有洗衣機和烘乾機 浴室長這樣 不知道它是不是開地暖欸 地板熱熱的 浴室 今天天氣真的超級完美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點變冷 然後我還擔心就是 這個天氣如果坐在外面烤肉 我們會不會冷死 就 我日期真的選得太好了 然後因為前一陣子啊 我就一直很想要在 就是首爾的 類似Rooftop的地方 就是 浩康斯 可是就是一直沒有位子 就是那個房間一直沒有位子 然後我好不容易搶到一個禮拜五 禮拜六的 然後是 還是一兩個月前搶的 但是如果現在已經開放了嘛 我覺得大家如果選平日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麼多人 所以大概我覺得蠻推薦給大家的 而且它位子也不會很難找 它在高麗站 還有安岩站的中間 然後其實走到安岩站那邊也很熱鬧 很多吃的 因為那邊就是學區嘛 高麗大學學區 所以 住在這裡我也覺得很方便 然後晚上可以烤肉什麼的 我也覺得很棒 這邊其實蠻應有盡有的耶 你看這邊鹽啊 胡椒辣椒什麼都有 還有油 所以其實買肉的話也不用再買醬 用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的杯子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這邊也是 這個烤肉用的 然後鍋碗、瓢盆都有 微波爐 然後這個是那個可以放在外面 就是煮麵的 這個應該是暖爐吧 應該是晚上怕我們冷可以放在外面 OK 晚上長這樣 準備要看我們 這就是把那個丟進去之後 料很多耶 喝喝看 不是啦 看上去給 嗯 嗯 嗯 味道 有點大 有點大 豆腐超大塊 這個肉 肉 好喝 來為大家示範一下好喝的 調酒嗎 先放一點燒酒 隨便一個品牌的燒酒 這樣子 在這樣子的程度 然後呢再放這個 糖尼瓦特 如果是喝威士忌的話可以加原味的 然後我是想要喝 因為是加燒酒嘛 所以是加已經有檸檬味的這個水 這樣 這樣 喔 超好喝 好吃囉 然後我們剛剛是終於成功了 可以用頭螢幕看電視 吃飽了 然後現在準備進來休息 晚上變得蠻冷的 然後其實這邊啊 隔音非常的長 畢竟是這種比較古老的建築 然後呢它的窗簾很透 所以 就是要注意一點 如果不喜歡就是太透 雖然說 它是離隔壁洞有些距離啦 因為外面就是有自己的庭院嘛 可是如果有些人會擔心隱私的話 就比較不推薦住這裡 但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就整個感覺很溫馨 它的燈也很溫馨 只是它這個窗簾是很透 但是它這個窗簾外面就是那個 就是剛剛我們烤肉的庭院 所以其實別人真的要看是看不到 除非它真的翻牆到那個庭院進來然後偷看 就出去買咖啡了 我們剛剛才把東西都收好 準備休息了 準備休息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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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是 早上九點半 吃烤肉 喝啤酒 吃泡麵 超不健康 我媽看到應該傻眼 哼 喝啤酒 吃烤肉 宿舍就在高麗大學附近 所以宿舍從這邊出來之後就可以去高麗大學逛逛 應該過一陣子就有陰性了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